嗨 大家好 我是素素 今天來到動手作時間 大家知道水餃的熱量其實吃一餐比吃麥當勞或肯德基更高嗎? 我前幾天在跟同事聊天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水餃一顆熱量可能就達到60大卡 大家有想過你吃10顆會飽嗎? 其實我覺得10顆是滿沒有飽足感的 而且你可能會再配別的東西 那如果以一顆水餃60大卡去計算的話 你如果點個15顆 熱量就900大卡 那你如果點了又不是高麗菜水餃 是泡菜或是其他口味的話 那熱量又更高 那這樣子是不是熱量有點太高了 然後又很肥 所以說沒關係 我今天就想說我來分享一下 就是低熱量水餃要怎麼做 大家可以自己回家試做看看 那這個食譜是源自於我之前在澳洲趕工度假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想要做漢堡肉來吃 然後有招待朋友 然後後來發現肉實在是太貴 然後我就是買了一個祕密武器 然後加在這個裡面 然後當時有一個朋友他非常討厭吃這樣東西的人 他完全吃不出來 漢堡肉裡面加了這樣東西 他還一直誇張 漢堡肉做得很好吃 所以說 所以我就把這個食譜 反正畢竟他都絞肉嘛 我就把它轉進來 然後放在水餃裡面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的食材有哪些吧 材料有 水餃皮 豬絞肉 這是我在全年買的 我今天買不到細的 所以我就買得粗的 然後就稍微就是 再把它切細一點 變得重量是175公克 還有我今天要做高麗菜水餃 這個大概是四分之一克的高麗菜 他比四分之一克再小一點 然後這個重量大概是400克左右 還有我的調味的東西 我的薑 會放一點薑 然後跟我的胡椒 大概都是各三克 然後再來就是我的祕密武器 傳統豆腐 那這個東西在超市的話 就是它的別名應該是水豆腐 或者什麼木棉豆腐 不要買成板豆腐 因為這個板豆腐太硬了 所以它加在水餃裡面口感 可能會沒有這麼好 那這樣東西 就是我當初加在漢堡肉裡面 沒有人吃得出來 然後可以省錢 又可以增加肉的份量 整個就是非常經濟實惠 然後熱量又低 OK 基本上我只剩下高麗菜要切 這些東西我已經有先處理過 那我現在先來處理我的高麗菜吧 那我的高麗菜是已經 就是我用開葉 然後每一葉把它開完之後 然後洗過 所以它才會看起來 是這樣的完整一點 可是我是先有洗過的 ал 過一半 高麗菜 然後我們就是要放一點鹽 先抓一下ool 讓它出水 這樣包起來水調會更脆口 那我剛剛已經先丟了一些鹽進去 然後我就稍微再把它刷一下 可以看到在高麗菜底下這邊已經一堆水了 那這個水就要倒掉 然後我們再把我們的肉啊 然後豆腐再一起抓進去 原本粗角肉已經先切細的角肉 然後我們就直接丟出來 還有我們的豆腐 我也不用切 因為等一下就是直接把它刷碎就可以了 那我們再加入我們的白胡椒跟我的薑 直接加進去就好 那我們的料都已經準備好都已經攪在一起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始包水餃吧 我包水餃習慣會先把皮先稍微撐大一點 因為畢竟是家裡自己吃的 那就可以在料就可以多放一點料 然後就這樣合起來 抓住一邊的皮往這邊摺 繼續摺 這樣其實包出來的水餃就已經很漂亮了 壓合 好 我少了一片水餃皮 所以我現在就是包了29顆 然後這是我包的全部的成品 我還有剩下一些餡料 大概這麼多 就是跟我一開始記得差不多 大概這個份量可以包出大概快要40顆的水餃 把剩下的東西做成高麗菜的豬肉丸子 家裡有泰白粉的話 用泰白粉盒在肉裡面再去做成丸子 它會比較容易定型 那我們就來開始試吃水餃吧 我剛好先給人家吃過 他說他完全吃不出豆腐 但他誇獎真的吃超好吃的 因為畢竟是現包的嘛 水餃過程中我稍微算了一下大卡 大概吃四個大卡 那所以已經比外面的可能少了三分之一的熱量 那所以我是真的蠻推薦大家 在家裡可以試做這個低熱量餃子 就是用豆腐來代替肉 好吃低卡 吃的也比較健康 真心推薦的就是大家可以在家裡試包這種 就是豆腐餃子 謝謝大家掰掰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歡迎幫我訂閱跟按個讚喔 謝謝大家